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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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在學校教那麼久的書 不然像這樣 自己做一些喜歡的東西 我把這半年來 我們做的一些東西剪接一下 這個是剛教到工廠去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其實它就是一個 不知道我講這個會不會太硬 因為這個是比較屬於電機的東西 這是屬於一個飛行裝置上的感測器 它可以感測飛行裝置的狀態 它畫你的先來飛行的轉向 你現在飛行的方向是在哪裡 它可以幫你感測出來 然後它可以幫你感測說 左邊這邊是 它的飛機的那個重力加速度 三軸的重力加速度 高度啦 那都有 還有溫濕壓啦 都可以紀錄下來 抱歉 抱歉 這個因為頻度太大 所以感覺會不舒服 真的很抱歉 那用我們做的每個伯爵 我們都會把它紀錄下來 用錄影的方式把它紀錄下來 那右邊這邊是所有數據 當然那個海科系的同學 我們就很跟人類似齁 我們會把所有數據都紀錄下來 忠實的紀錄下來 那這是無線而已 飛機在天空飛 我們會把它紀錄下來 在地面這樣就可以收到 所以它就像一個黑盒子一樣 那這個 這個都像一個飛行儀錶 都是經過設計過的 OK 這個 我想這個 大概就介紹在 這部分就介紹在 因為它那個 入陰入奧太厲害了 所以發了 OK 那我們現在看下一個伯爵 再下來 這個 這個是跟這一邊會比較大關係的東西 這是一個射擊系統 一個射擊系統 我就拿一支槍就可以射螢幕上的動物 或是怪獸 或是目標 那我人可以前後左右到處走都沒問題 那我想會有人看到說 那湯姆雄也有設計 很多地方有設計 可是我們不一樣的是 我們的槍可以到處移動 我們不要固定在那個地方 而且外面都是要一條接線接到那個裝置去 到處說系統說 我這個人已經開槍了 我的不用 我的事實上這個是在做影像處理 我會把你射擊 你槍打到的目標 我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經過影像處理 製造說這是誰射出來的 子彈 然後再在遊戲裡面去計分 特別的計分 今天是誰射擊出來的 這邊你會看到他在跑 這代表說他每一秒鐘 取了多少個Friend的資料 在跑 那基本上都沒問題 這個都非常即時 非常即時 那這個是用Unity Unity 寫的 Unity 裡面 sample 拿出來 我就是一個人 就可以超過裡面的人物來左右前後 然後來設計 做做設計的動作 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 最近出來的一個project OK OK 好 這個 這個 沒關係 繼續看一下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有問題可以隨時跟我討論沒關係 這是直覺式的 你可以直接跟裡面的人做互動 抱歉這比較學習一點 這直接做設計 直接對目標之類說 進行射擊 其實我就比較喜歡做 比較人家沒做過的東西 然後比較有創意的東西 其實這個動畫不是我們做的 這個動畫是一個台灣人 嫁給一個 你看他做的東西 很像國外的東西 後來我們去找到他 他其實嫁給一個英國人 這個是英國人寫的 他現在在理居英國 我們暫時 我們有跟他 溝通以後 他暫時讓我們用這個做DEMO OK 好 我們進到下一堆 這我比較喜歡做 做一些比較 自己喜歡做的 他自己比較互動性的 他比較感覺 食物性的 因為理論交久了 交到自己都覺得很煩 所以不要再做理論了 一百個理論 比如說一個食物 這是另外一個project 其實 其實這個案子是要用手機來控制飛船 用手機來控制 其實飛船控制本身就不容易了 你要用真的遙控器來控制他飛行的 不簡單 可是我們用手機來控制的話 只要按幾個鍵 你比如說他要左轉右轉 其實你就按左轉鍵就好 按右轉鍵就好 那就按照你的指示去做這個動作 其實這個飛船 你會看到我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他只在做左右轉的工作 上下不是我在做 其實我也可以控制上下 可是現在我已經把上下的功能取消掉了 其實他現在他是自己在做上下控制 所以你會看到他這麼大一個飛船 上面空間可能剩下不到30公分 下面空間剩下30公分不到 其實他就在這個一個固定的高度 在飛行 這個是比較難的部分 手機操控器都ok 那種比較難的部分 部分就是他可以自動在高度 一定的高度做這種飛行 其實我們 有問題誰是跟我講一下 沒關係 請問一下 那如果不操縱的話 他會不會自動停留在那邊 就是所有的系統 他自動控制體都很高一點 你說如果失聯的時候嗎 對 或者是你就是沒有去操控他 我沒有操控他的時候 沒有操控他的時候 我會做偵測 如果超過一段時間沒有偵測到人來操控我 他會停留宣布在我們裡面 那如果錯過的東西就是 你當下沒有操控他可能會宣布幾秒 他會去撞牆 或是他有偵測到牆附近 他會停掉 會有這種狀 如果風太大 如果有彎件風太大 他會被風吹走 我還沒有設計到說 他可以抵抗這個風力 然後反饋回來 去讓他回到原來這個地方 所以這部分他還沒有做到 室內戰場的時候就有問題 室內沒問題 那事實上我們後來他們有在說 是不是在做全自動的 其實也可以 我們可以做到全自動 就是讓他再偵測到前面的物體 如果有障礙物他自己轉換這樣子 是可以做得到的 亮產喔 這個已經在亮產了 工廠也在生產了 其實這個都是幕後工作 其實這個非常好 最重要的事情是哪裡 其實我們都是幕後的工作者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 這非常的造型 亮不亮亮 形狀可不可愛 能不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好 所以玩偷看你也很不好 現在我知道要看這個人 剩下7分鐘 因為我上課都是50分鐘 所以剛剛有點突兀 這麼兩次快就在我家裡 OK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 飛船上面的圖案 那是一個重點 所以你要如何吸引人家的目光 是這兩個 那我們其實就是幕後的工作者而已 讓飛船順利的在空間中這樣 我們就是幕後工作者 那綜合這幾個Case 你可以知道我們大概未來要做的走向是什麼 欸 有沒有人可以猜得出來 我們未來 蛤 航海 欸 有可能 因為那個偵測器事實上是用在某個公司 他們要放在70米80米的高空 系上氣球嗎 有點類似啦 那因為那個是Case 我們就不講 所以他是要放在高空上 把資料一直傳輸下來 把他所有的動態資料傳輸下來 喔 全球外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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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沒聽過 那到底是什麼 我都不認識的 全球外翻新 OK 有 Google Google聽說已經放了好幾顆在上面 OK 事實上台灣也是要努力要度過這個事情 有 這個是有的 有在進行 有在進行 可是要進行多久我也不知道 那還有人有沒有知道我們 這第二個是 第二個影片是做影像處理 是把我設計上去 你會看不到你點吧 你會看不到我設計點在哪裡 可是我已經抓到他在哪裡 其實那部分是影像處理部分 我可以攫取到他光點 然後來判斷說這是哪一支槍設計出來的 這個後來我去查 查國外國內的專利 還沒有人做的 所以台灣的專利我也申請 不好意思 那那個國外那部分 我就暫時還不設定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要不要亮才 是有人來找我 還會做的 可是他們覺得那個內容 contact 那個遊戲的內容還不夠吸引人 那第二個是做影像處理部分 在辨識部分 也就是說是用眼睛在辨識東西 那第三個project 第三個project 你可以看到我是在做控制 用直流馬達在控制他的前進 那用那個步驚馬達在控制他的轉向 所以你覺得我們大概 未來有可能的方向會是在 未來可以撤得出來 好 好 這樣 可以 可以再多我十分鐘嗎 可以再多我十分鐘嗎 無人飛機 也可以啦 無人飛機也可以 不過無人飛機現在在 什麼時候在做的 瑞士在瑞典 他們有一個實驗室 他們做出很多類似八爪雲 那種四爪雲那種飛行器 他們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已經把軟體硬體都釋放出來 所以其實那一塊UAV那一塊 其實你可不可以用他的硬體跟 Source code 因為Modify就好 可以不用攝影花在裡面 不用攝影花在裡面 可是喔 Localizer 東西都要Localize 你拿他東西的時候 在各個地方真的適用嗎 你要去穿 你要去實驗 那都是Course 都要花時間去做 那我們未來走向 可能會走類似機器人方面 因為我們可以做控制 我們可以做眼睛的辨識 那我們可以做感測器的偵測周遭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組合起來 就是可以做機器人產業 那我今天在想說 那我們機器人到底要做什麼 以前我在屏東演講的時候 以前我去屏東演講的時候 以前我去屏東演講的時候 那個學生說 老師 那你做那麼多 我們爸媽不是在工作了 我們怎麼辦 對啊 這個是一個pression mark 你做那麼多機器人 大家沒工作怎麼辦 可是後來我回想過了 我們從以前的 從那個勞力密集的時代 後來現在都慢慢自動化了 節省到很多人工 那這些人力跑上去 這些人力去做更好的研究 做更高階的研究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些人力 把他教育他 讓他去往高階研究 去做一些更有創意的東西出來 其實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個勞力密集的產業 比如說我們今天去 今天早上我想說 我們不是常常吃那個泡沫紅茶嗎 什麼女巫抹茶 女巫紅茶店啊什麼的 其實他們那個 那個有沒有送那個杯子進去 然後封口 這叫封口機 其實他就是一個小型的機器人 他送進去他要按一個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小的屋女 就坐在他旁邊 他放上去的時候 那個屋女就過來 按一個 這個其實也是自動控制機器人的配置 然後又可以增加大家目光 讓大家 這個點子還滿新的 大家來消費 他每一個行 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想法 那有人想說 我今天要做農產品 因為 預減的芒果這麼多 要怎麼摘 每次要請那麼多幫忙去摘那個芒果 很累啊 那我機器人 如果可以辨識紅色的 已經成熟的 或是說半成熟的 就開始進來 我覺得可以做得到 不是不能做的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投資這一塊 台灣的資金要不要去投入這一塊 我覺得蠻可惜的是 最近我很少看新聞 但是後來發現說 台灣最近這幾年 已經把兩兆多元的資金跑到最安心 我說這兩兆多元為什麼不來投資我們 活絡台灣的經濟 投資到很多產業商品 這個是我覺得 台灣還是值得投資的 因為我看到大家 今晚這麼興奮 這麼專心在學習 這麼專心在交流一些資訊 我覺得 我看到希望 在學校我看到 那可能是高雄都是從晚上才開始 白天都是睡覺 晚上才開始 所以 還有問題嗎 剛剛那個美木紅茶 那你做一次機器的成本它會多少 紅茶那個是不是 對 如果我來做 我現在是用BIGO BIGO最快的一個板子來做 BIGO一個兩千多塊 兩千四百塊 那你加上那個感測器 加上那個 他的 師傅嗎 State 叫State 來做的話 大概兩萬塊可以做 當然 那不包括他 那個皮屋那裡 那個都不包括 就純粹的那個 其實那個也可以 你可以想說 那我就把他像Halloween一樣 把他弄 弄成一個裝扮的女巫 讓他不要看到他的手 那個機械設備 那個都可以去做 那個都可以不用像日本一樣 把他做成像真的的女巫這樣子 對啊 這其實就是創意啊 也不見得放一個女巫在那邊 可以放你想要的一個偶像 或是怎樣 放在那邊 刀槍面機器人 刀槍面機器人 這個要會抖是不是 這個我們可以想想看 我倒是沒想過 要用刀槍面 那個真的是 銷弄要很厲害 你機器人銷得不好 太厚了 跟吃牛排一樣 這個 所以大概都是要try 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做得到 我比較喜歡 這種比較有challenge的東西 人家做過的 其實我都比較不會去follow 我喜歡做 人家沒有做過的 好 請啊 老師 那我們可以參考 比如說像你做什麼 其實這部分都已經交出去 都已經不在我們公司裡面 能看得到的只有在影片上看 那陸續我有新的東西 我都會follow去想 你之前什麼 路上那種非非的Limo Limo是你們都是做的嗎 沒有沒有 Limo是不是 其實我是遙控的 什麼樣的東西嗎 我知道 那個是泰國的 那個是泰國的 泰國 Limo就是那個 就是家靈 就是家靈 或是小丑魚那個 那個我以前買兩隻 綁在腳踏車 碰一下飛走 那個很容易飛走 那個不是我們做的 那個是一般的遙控器 一般的遙控器 可是他可以操作 他不好操作 很難操作 對啊 後來因為做給我做給他 那個也是人家送的 他是騎騎人家說 欸欸欸欸欸欸 欸完了 你在飛什麼 回頭一看 啊在天空車 飛走了 對啊 這個 如果大家等一下還有問題 可以就是直接的 我要講太久不好意思 不要講太久 沒關係 這職業職業職業 職業平衡 那就我們接下來 要歡迎到我們的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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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